特种兵佐藤第一次执行任务 就不幸中了一针麻醉枪 为了防止睡着被敌人俘虏 他的方法竟是自断其逼 奈何敌人数量众多 佐藤又接连中了数发麻醉枪 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 没想到佐藤的断笔 竟原封不动地复原回来 起身的那一刻 迅速地几发甩枪 解决掉靠近过来的敌人 这便是超能力种族压人的实力 无论肉体遭受怎样的损害 一旦死亡就能完全重生 这次他的任务 就是拯救同为亚人的永景 他本是一名 即将实现理想的实习医生 奈何一场意外车祸 让永景的亚人身份公之于众 于是日本政府的秘密部门 对他开始了 日以继夜的人体实验 期间他遭受的飞人折磨 可以用惨绝人环来形容 有着同样遭遇的佐藤 便拉拢他加入组织 说着海地给他一把枪 可看着地上求饶的实验人员 有着救死扶伤理想的永景 还是放下了枪 这引起了佐藤的不满 他对虚伪的人类早已没什么同情 但这与永景的理念相违背 下意识对他开枪来制止他继续杀人 这下彻底把佐藤给惹毛了 我好心好意救你出来 你居然调转枪头对内 那可别怪我心狠手 随即重生后 对他们展开了围追堵截 靠着切下来的断手 吸引佐藤的注意力 趁机背后偷袭 不过第一次战斗的永景经验还是不足 几番回合下来 被打得遍体鳞伤 虽说亚人是无敌的存在 但身上的痛感是真实存在的 有一定领悟的永景 选择自杀提前重生 但逃跑的路上还是被佐藤给截住 甚至还见到了另一个不可思议的场景 只见从佐藤身体里逐渐粒子化一个幽灵出来 与此同时 感受到危险的永景 条件反射地释放出自己的幽灵 独属于亚人的特殊能力 在双方的指挥下 开始了各自的提升攻击 靠着幽灵的远程协助 永景顺利从天台逃到了户外 这段首次对抗才告一段落 看到这个出现能力就如此优秀的永景 佐藤心想说什么也得把他拉入麾下 但现在他还有一盘更大的奇要下 他推着自己的助手K 缓缓地来到大批记者面前 向公众揭露日本政府 长久以来拿亚人做秘密人体实验的恶行 不仅没有保障亚人的正常生活 还靠着亚人的不死之身 在各个资本财阀那里 谋取了大量的利益 现在佐藤希望为同类谋求权益 向政府要求成立亚人特别行政区 此话一出 公众哗然 连日本高层都为之震怒 对这一事实施口否认 是要抓住这伙亚人恐怖分子 但唯一的变数就是这个 出出茅庐的亚人练习生 不管是政府还是佐藤等人 都希望拉拢他过来 于是不约而同地盯上了他的亲妹妹 助手KING率先进攻 远程操纵幽灵杀死了派过来的女保镖 没想到女保镖居然也是亚人 是藏在政府里的一张王牌 在她的保护下 妹妹才能安然无恙 逃到郊外一户独居老人家中拥紧 偶然听到了医院遭遇袭击的新闻 十分担心妹妹的安危 于是一番乔装打扮潜入医院 把妹妹带到了自己身边 与此同时 佐藤向外界又放出了消息 因为政府对亚人的诉求熟视无睹 他们不得不选择采取相关措施 首先摧毁那个研究亚人的实验大楼 呼吁更多的亚人同伴前来共建新世界 并首次对人类正式宣战 此番声明一出 引得社会大众如临大敌 日本政府更是在实验大楼前 布置了全副武装的安保人员 把现场围得个水泄不通 量太有金刚不坏之身 也不可能来现场安装炸弹 就连劳动大臣都还在办公室里 心安理得地坐着玩手机 奈何佐藤的偶像是本阿登 于是效仿了一出日本版的911 美国大爹表示有被内涵到 现场瞬间变成一堆废墟 哀嚎遍野 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 从废墟中缓缓爬起 那人正是开飞机的佐藤 他的同伴正在操纵无人机 慢慢地向他飞来 里面有一些衣服和武器 男人上战场行头很重要 头可断 血可留 发型不能乱 换好制服的佐藤 刚好被一伙武装部队给包围 这可是日本最精良的一支七系部队 在博士的建议下 士兵不断射击佐藤的头部 在他重生之前 一直保持他的死亡状态 起初这一方法赫然奏效 奈何助手King远程火力压制 让佐藤得以空出时间完成重生 不得不说佐藤是个天生的战士 要不是政府将他秘密折磨了20年 否则也不会对人类如此仇恨 在他的连环杀戮之下 士兵们被屠杀殆尽 毫发无伤的佐藤重新向政府提出要求 这次得把首都东京交给亚人作为特别行政区 否则20天后 将会在全市范围内释放致命的毒气 届时东京乃至整个日本将会变成人间地狱 另一边 永景通过直播看到了佐藤的所作所为 对人类还没有丧失信心的他 觉得自己的出面做点什么了 哪怕只是为了自己的妹妹 于是他找到了研究所的博士 他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这次危机 前提是全程保护好自己的妹妹 并在事成之后 给他换一个新身份开启新生活 事到如今博士也不得不答应了 经过一番调查 佐藤要释放的神经毒气存放在一个企业里 于是他们制定了详细的方案 来到企业办公室这里守住待徒 这是一个人发现安全系统被入侵 当永景赶到现场时 整个楼层都被残忍地屠杀了 只是令永景奇怪的是 没有在现场看到佐藤的踪迹 好在根据博士的反追踪 又重新夺回了安全系统 现在到了永景正式上场的时候了 他打开排气管开关 身上的黑物化为一颗颗粒子 被吸入排气管中 然后通过通风口进入秘书室中 恰好助手King他们也来到了伏击点 被眼前一团浓浓的黑物给笼罩 因为只有亚人才能看见亚人的粒子 所以这刚好起到了烟雾弹的效果 于是角落里的人趁机射出麻醉枪 在他们自杀前 顺利将其俘虏 现在只剩下最厉害的佐藤没有落网了 政府也派出重兵在大楼入口把守 只不过你有张良吉 我有过桥梯 佐藤压根没有来到现场 然是独自一人来到一处木材厂 将自己全身碾成碎片 因为那时他就可以通过同伴包中提前放好的断手 顺利远程复活 听到佐藤来的消息 永景只好顾忌重施 误以为被麻醉的佐藤 企业社长还上前可敬嘚瑟 谁料这只是他的障眼法 为的就是引出社长 顺利拿到他的指纹 靠着社长的断手 他们一伙人终于得到了这一毒气弹 这下大事不妙了 为了让毁灭人类变得更有戏剧化 佐藤特意告知了永景自己此刻的位置 邀请他加入这一最终舞台 及时赶到的永景 操纵自己蓝幽灵夺走了他手中的毒气弹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蓄 这个特殊能力 永景已经运用的如火纯青了 两边也各自召唤提升 陷入了一番争夺之战 与此同时 舞台外的战斗也没有停歇 助手拼玉手刃折磨自己的仇人博士 好在女保镖及时出现 抵挡住了第一波攻击 经过不让虚媚 谁说女子不如男 女保镖凭借着灵巧的伸手 差点就制服住了助手拼 谁料让其挣脱 还险些击杀了博士 女保镖剑状使出寡解的独门绝技 弹腿绕头杀 在博士的通力合作下 终于让他得以被麻醉 现在镜头再切回到主战场 两边依然因为抢夺毒气弹 打得不可开交 这个时候了 努力想磕CP的左腾 还不忘劝降永景 来吧加入光荣的进化吧 让整个世界都成为你诞生的祭品吧 可永景表示 这个腐烂的世界将由我来守护 靠着推车当作防护盾 永景顺利射中几发麻醉枪 可这方法没那么容易奏效 随后在与替身的一番合体技后 顺利将左腾彻底麻醉 可没想到强大到如此的左腾 竟能在睡着的情况下 召唤替身干掉自己 精疲力尽的永景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本以为到此为止时 没想到这一切 都是他为了拖延时间 大批精良的特种部队空降到此 向他射出电击枪 并在永景的控制下 两人双双化为冰雕 彻底不能动弹 随后几发精准射击 俩人只剩下稀碎的冰渣子 被士兵加以回收 努力了这么多 永景终究还只是博士消灭左腾的弃子 但对政府不信任的永景 早就留了一手 靠着这只断手 顺利地复活过来 随即跳出窗户 消失在众人面前 去找他的妹妹 准备过着平凡的人生 而故事的最后 左腾的帽子被捡起来 也预示着左腾的回归